所以看到这个地方 观众朋友 当微软 亚马逊跟苹果加码投资台湾 确立台湾亚洲数据心脏的地位 中国呢 现在中国却上演了全员逃走中 富士康所在的郑州 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中国经济的一面镜子 苹果加速产业外移的结果 造成河南出口大跌了六成 就算是中国境内的厂商要来进驻回补 也抵不过一家富士康产业外移 短短两年 原本身龙虎虎的郑州元气大商 最后居然沦为烂尾之都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外资企业 纷纷会撤出中国的这个市场 为什么 因为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 它的不管是内需或外资的环境 它的这个投资的经济前景会感到忧心 所以你看到亚马逊 亚马逊它的这个电子书 它最近在这个中国大陆开始宣布说 它的云端下载服务从6月30号停止 可是你知道吗 亚马逊它最近在台湾 它去加码投资 台湾的这个AI 它的数据中心 它的云端 跟云端相关的它的整个相关配套的这个中心 它去增加 增加它的投资跟设产 可是同样一家企业 在中国大陆却要停止它的云端的这个电子书店 下载服务 特别有感耶 此消彼长 你当然可以形容说因为他们的这个 中国大陆开始有华为啦 还有这个文乐啦 这个文石啊 掌乐啦 这些企业啊 出来本土企业出来跟这些外资企业竞争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最近又有一个百货公司 在中国大陆宣布它的这个租约到期 它就要离开那边了 这个是在这个上海 上海的这个伊斯丹日系的百货 伊斯丹百货的这个梅龙镇店 对 它因为这个租约到期之后 结束将近30年 就是27年的这样一个经营 你要知道 这一家店 这一张砍棒 它是上海繁花见证它花开灿烂的一幕 它是见证者 如今花开花落 它见证了时代的眼泪吗 曾经在那边的人口是非常的这个多 可是你现在看到这个上海伊斯丹百货 慢慢的你看到这个内部有些去逛街 消费的这个人潮 人越来越少 人越来越少 门可罗雀的感觉 当然有媒体去访问他们那边的民众说 我最近我都一直尝到那个伊斯丹百货 去买一些东西 它是卖家电 化妆品 还有品项很多的这个地方 没有想到这样子宣布结束营业之后 那边的民众也有点失落 觉得很遗憾 那这个是继去年上海 另外一个地方叫徐家会 徐家会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投资的太平洋百货公司 它宣布结束营业之后 又另外一家外资百货的币电槽 所以根据被正式的一个统计 中国大陆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 它的这个相关的百货公司 已经关闭了35家 2022年关闭了21家 我刚刚这样前前后后讲出来 就超过55家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全员逃走中 现在正在全境上演 你看亚马逊 你看伊斯坦 连微软都要拔装了吗 这个知名企业在昨天 它就已经悄悄关闭了 中国大陆全境内所有实体门市 那所有实体门市 它只保留在这个官网商城 跟它的京东旗舰店 那大家会觉得莫名其妙 怎么微软这样关闭 它的中国实体授权门市 常常在大陆很多重要的地方 包括上海 南京 北京 天津 都可以看到微软的这个旗舰店 它就象征了它的这个企业品牌 插足在那边 那个都是精华的这个地段 结果没有想到也开始 它关闭了这么多全境的实体店 只保留官网跟京东旗舰店 那大家会觉得说到底怎么了 是经济上面让这些外资没信息吗 那我跟大家讲来看一个数据 就是说昨天中国的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 它一度跌到了多少 百分之2.18 虽然今天好一点 但是创架了这个22年前 也就是2002年 蓬勃开始去追踪这样一个相关的 这项数据以来 有史以来的历史新低 后面还有一些财经专家 更是看淡它的这个后市 也就是它未来的前景 甚至说现在已经跌到 十年期国债利率是最低的2.18 会不会再往下探底 变成降到百分之2.1 甚至百分之2 都不无可能 所以你就看到说 所以曾经是全球 大家争相要抢进 最甜最香最大的市场 中国市场 现在外界看待它的信心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了吗 今天给大家看到是最有感 今天你听靖平讲这段故事 最有感的三排字 就在这个地方了 中国大陆的社会 现在流行的这个一批 你要说顺口溜或是对联都可以 因为上联叫做 放50年后的债 下联叫什么 收30年前的税 横批吃干捞进 这个大家会听得一头雾水 但我就先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放50年后的债呢 就是6月14号 也不过就是上个月中 中国大陆的财政部 曾经发起了一个50年期 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总额350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到了2074年 才会还你钱啊 所以我借你钱 我要跟你对赌50年的国运 那我还要先赌 我有没有50年后的寿命啊 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人 去买这样的一个国债 那你不是等到了90岁以后 你才能够拿到这个收益吗 而且还要确保你这50年当中 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这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 发债单位 中国政府 他们非常非常虚钱 需要money 口袋虽然曾经很深 但是现在掏不出现金 就要民众说 我跟你借到50年后 那大家会觉得 那收30年前的税 不久前 6月13号 这个曾经发生说 倒查30年的补税 后来变成紧税合成作战 我就跟他举一个例子 那时候是发生在广东的珠海 珠海有一家1997年 就已经导电 不再经营的一个这个商店 结果他不再经营的话 你当时如果他close了店 他如果还欠什么税 在当时他申请不再 这个闭店的时候 你就要查清楚 只有没有想到97年 以后的2024年 也就是2030年前的这个导电 现在2024年的相关的 这个珠海相关的部门 他竟然要去追查说 你还欠了我大概多少钱 几零年之后 加起来将近97万人民币 就这样100万人民币的税 那店家一定觉得莫名其妙 那当时你不跟我追 到了2024年才跟我讲 我还欠这个税 所以就被网路上 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批评说 你收税收在30年前 这变成了半50年后的债 收30年前的税 吃干捞尽 才会形容说 你们这些各地方省市 县市政府是有多穷 已经财政被掏空了吗 说到底就两个字 没钱啦 总要没钱 地方政府没钱 一路到县城都没钱了怎么办 谁会成了最大的牺牲者 那当然是地方县市政府 还有老百姓 尤其是老百姓 中国的审计署发现说 高达66个县市政府 66个县 他挪用了大概 19.51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大概新台币 87亿4千多万元 农村学生营养 这个改善补助金 我们常讲 再怎么穷都不能穷学生 再怎么饿都不能让学生饿肚子 结果没想到农村学生 营养改善补助金 将近88亿元台币的 这样一个金费 被这66个县政府拿来偿还什么 政府的债务 政府一定有地方的债务 还有支付基层的三保 保什么 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这样的一些基层的一个根本支出 也就表示说 中央除了没有办法再补助你地方 你地方的自愁裁员部分 你竟然把脑筋动到了这个急救钱 给最基本的这个孩子 学生他们的这个 营养改善的这个 有些是怎么样改善 他跟这个厂商 比如说团散的厂商讲好了 给你多少标之后呢 然后他会有一些回扣 回扣的时候是回馈给政府 那本来你应该再去改善老百姓 给学生才对 但是他不是 那这些呢就拿来去还钱 那你一样涉及挪用 挪用这些钱被中国审计处发现 那你到底要不要查 要不要纠正 要不要惩罚 如果都没有的话 是不是会成为恶性成风 那所有的县市 其他的城市政府 都有样却样 那不是造成地方财政的一箩筐 这个问题吗 中国政府到底怎么了 再来 静平要带我们看进去 富士康所在的这一座大城 河南的郑州 郑州自从苹果开始产业 加速万语之后 它后来起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从郑州这一座城市 我们可以窥见整个中国经济 现在出了什么问题 讲到河南省跟他的省会郑州 这个地方是这个全中国人口最多的 超过一亿人的这个人口大省 那也是全中国这个外贸最平凡子 也是外贸第一的这个大省 但是在今年2024年Q1后 他的这个第一季就有十个省的省份进出口数据出现下降 其中竟然包括我刚刚口中所称赞不已的这个外贸大省河南 那河南呢大家会想到富士康 记得在疫情那两三年里面 那富士康在河南郑州的园区是非常大 他们聘雇人员高达两三万甚至到四五万人都有 然后那时候不是到处封控吗 封控那时候人他们都要被关在里面出版 就曾经引起很大的这个新闻 那在中国大陆内部就有他们的一个资深的媒体人 他就有提到说 为什么河南的这个外贸大省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手机出口量大幅下滑导致 那我们知道富士康鸿海集团 那富士康他在郑州的这个科技工业园区 他就是出产这个iPhone手机主要的一个基地 那或许大家没有想到中国大陆这个媒体呢 他有提到当苹果逐渐撤出这个中国大陆的工厂 尤其是在河南 那没想到他所引起的这个连带的连锁效应 会产生这么巨大 所以我们讲说奇怪了 郑州不就是全世界制造手机组装手机 出口手机最大的城市吗 不刚刚讲到了苹果这两年加速脱离中国 加入印度加入越南 所以这个地方消下去了 印度越南东协起来了 对当印度跟这个越南东协的这些国家 东南亚这些地区了 被这个苹果投资了 起来之后中国大陆就下降了 下降了你的手机出口量就自然大幅下滑 那我们来看几个数据 2023年的时候河南的这个出口手机数量 年减达到14.5% 那今年第一季呢 它只有出口664万只 然后到了这个去年 这个第一季出口呢 它是1688万只 你看一来一回减少了1024万只 一年就少了1000万只 一年就少了1000万只手机 对 那今年的第一季手机出口金额只有272亿人民币 也一年减少了61%以上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哎呀这个手机出口量影响这么大 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在内都在这个 这个电子产品的消费非常大 那以富士康来说 富士康它在郑州有一个新郑重宝区 新郑重宝区在去年的进出口 它的进出口值达到4073亿人民币 折合新台币大概是1.84兆元 占郑州进出口值的比例高达了74% 所以这样整个河南省的进出口值的比例 也超过了50%来到了50.3% 尤其是在富士康 它的这个上下游超过200多间配套企业啊 所以你想这一次整个河南 这个应该是进出口的优秀大省 对 成也郑州 半也郑州啊 所以当然中国大陆政府没有想 不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他有想到说那由国产来替代 就像我们的电动车 对中国电动车不是超强的吗 我就找什么欧飞光啊 他这些公司来进驻 然后也找了比亚迪 专门做电动车的去进驻 然后去取代 因为富士康的这个 它的产值下降 出口减少 你闲置了这个功能能力 它就会失业了 那就电动车来补啊 电动车来补啊 让这些电动车的闲置了这个产力 生产力来帮 可是你要想看 我刚刚讲手机的这个产品 是大家隔一两年就会换 电动车我可能 我会跟你开个一年两年 我就卖掉就换掉 可能最少都会开个三五年 五年到十年啊 所以它跟手机呢 日常销用的这个替代率 是差很多 所以导致这样一个状况 就补不起来 那中国经济当然是 让这些外资会产生 很大的疑虑嘛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等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我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篇挖真相